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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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如果你有尝试这个操练 我相信一定是不当不少会有更加深刻的得着和经历的 今集我就想继续承计这个主题再分享关于这个儿子的伸说是我们成为称职成功爸爸的秘诀 其实我们若然尝试靠人的努力 我们作为爸爸说我要逼自己努力一点 或者我要尝试改变自己的漏杂 或者整天提醒自己不要在那些坏脾气对待我的子女 或者我的太太家人 或者我努力地专注我不要把上一代的伤害带到我们下一代 这些人去尝试靠自己的努力其实是很有限的 甚至我相信人的努力和愿意去成长和改变这是重要的 关键 但是在靠人的努力其实都去到某个尽头和有限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学的是什么呢? 儿子的心 连于天父 这是关键的那个位置 而今天我想继续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 想和大家看一个圣经故事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关于什么呢?就是那个不是大慈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不是大慈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想像一个的慈 然后周边围绕了很多的人 而当中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围绕着这个慈全部都是病的人 有病的人 还有残缺的人 圣经记载就说 可能是黑眼 就是看不到东西的 是强腿 可能是脚弹了 或者是残缺 真的没有脚位走不了 血气枯干 其实是他列这些例子 告诉大家 围绕着不是大慈的病人 全部都是那些 是不治之症 即是他是已经医不了了 甚至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那个医学没有我们现代 那么精湛 或者那么专业 那么丰富的医疗技术 是没有的 所以当时的病人 他患那些重病 或者是有些病 根本在那个年代是医不到 是没有得医 而对于那些人来说 他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不是大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相传的传说 是很神奇的 就是天使会定时 去到这个不是大慈 去搅动池子 当那些病人看到那些水 被搅动 第一个落到池子里面的人 无论是什么病都好 都可以直接去得着那个医治 神迹的医治 所以那个不是大慈 是聚集着很多不同的 各式各样的病痛的人 有病的人 或者身体有残缺的人 在那里 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 就是耶稣去到那里 他见到一个男人 他就跟那个人说 他说 先生 你是不是也很想得着医治 很想痊愈呢? 那个男人回答他 他说 当那些水 它动动的时候 没有人帮我 带我到池子里面 到我想下去的时候 已经有几个人 已经首先下去得着医治 然后耶稣看到他这样说 他就立刻说什么呢? 他就说 起床吧 拿你的肉籽 就走了 接着那个人 就立即这样听到的时候 去行动 就立刻康复了 而那个男人 那个重点是什么呢? 他患了那个病 是38年 他被那个病 潜磨了38年 虽然圣经没有详细记载 究竟他那个病患 是什么一类型的病患 但我相信那个男人 其实他是期待着 这个病去得医治 其实他已经走投无路 唯一的可以的就是 很想第一个落到 那个被搞动的池子 当中 而他这个故事 他说到的就是 这个不只是相传的传说 他这样说 他曾经真的这样经历过 看到水池被天使搞动 带到他 是将他这个38年的病患 是完全一下子就好 是非常之的惊叹 和一个神迹发生 在他里面 是非常神奇的事 我想说这个故事 当中是有一些小插谷的 我想skip了他 我想带到他的就是 耶稣带出这个医治的时候 耶稣的回应 他对他身边的群众 去说的一些说话 是我们的着眼点 首先我们想去看的就是 在第五章的第十七节 耶稣这样跟他身边的人说 他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 第十九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他行这个神迹 去医好这个38年病患的男人 他说 不是凭着自己去做的 他的医治这个能力 不是他自己去做 耶稣说 我见到天父他的心意 原来那个关键是耶稣他知道 天父的心意是要他去到 这个38年的病患的男人前面 不单止是要医好他这个不治的症状 他还要是 其实天父的心说 他要带他整个生命的恢复 整个生命的医治 救赎到这个男人的心上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他跟那个男人说 他说 你今次已经得罪这个医治 但是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不要再回到你过往的犯罪的生活当中 如果你再犯罪的话 你将来所遭遇的事 比你这38年的病更加厉害 更加严重 所以其实天父的心不单止是医好他这个病 更加是想给他一个第二次的机会 就是不要再回到过往的犯罪的生命状态 所以这个是天父的心 耶稣他是领受 他是知道天父的心 所以他去行出这个医治和神迹 你再想一想 耶稣他无论是医治那些大麻风的人 或者是核眼的要看见 龙的听见 被鬼附的要去得着的释放 完全去得自由 全部这些神迹和服侍 是因为耶稣他不是凭自己做 乃是他知道天父爸爸的心 定义释放这些医治 以及他的释放 耶稣的那个生命 是因为完全因着爸爸的心 去爱和怜悯这一班的人 所以耶稣他领受了 他就这样去服侍他们 去医治他们 而这件事他表达的是什么呢 耶稣作为人子 神的儿子 他和天父爸爸的关系 是一个完全依靠的关系 我记得当我的大女儿刚刚出生 那时她刚刚出生 是2015年的时候 3月出生 那时我是刚刚成为爸爸 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懂 当时我们家里经济都很有限 没有什么钱 没有请到陪月 但是其实很感恩 我的外母 当时每天都来我们家 帮我们煮饭 还有预备一些饭菜 等到第二天 让我可以再去 蒸熟 又预备炒米茶 那些米 我当时 就是BB刚刚出生 我要学 怎样做爸爸 我都很感恩 亦有个姊妹特意 由山巡路院 由港岛区乘车 来我住的 当时是住上水 他教我如何为一个初心BB去洗澡 那我立刻去学 就立刻学完 就立刻学一下 如何换片 那我就立刻接手 帮BB洗澡 换片 然后吃完奶 又要掃风 然后家务等等 又要自己去做 然后早上很早的起床 预备饭菜 给太太吃 然后又洗奶瓶 很多事情做 很忙很累 你想像 特别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她不是一觉睡天亮 或者不是那些容易睡得着的女儿 是很多需要的 所以当时我记得 真的很辛苦 而我也很想尝试 学尽爸爸的责任 是怎样去照顾家 照顾BB 照顾太太 我记得当时我的心态 常常提醒自己 我会做一个祈祷 天父你去教我 天父你去帮我 特别照顾一个初生BB 其实真的很累 我当时也是很感恩 我请了差不多整个月假 不用上班 只是在家里 去照顾家 作为爸爸和丈夫的角色 而我常常都是做这个祈祷 天父你帮我 因为我知道天父爸爸 是我的力量的源头 他是我的生命的源头 我常常都这样去 将自己定声 就说天父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和我力量的传缘 我记得 头几个月大家都很辛苦 漸漸的事情 可以上到鬼道了 然后就开始习惯了 上手了 如何照顾BB 我记得去到四个月 我女儿四个月大 当时我的外父 她刚好我有几天假期 因为她工作的关系 整天都不能放假 但是那几天 她有替工帮她做 所以她可以放假 她放假去做什么 她约我 她说 不如我们去钓鱼 如果认识我的人 就知道 其实我很喜欢钓鱼 我婴儿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 可以去一次钓鱼 好像上班 朝八万五 去整天 是很热冲于钓鱼 这个活动 外父也很喜欢钓鱼 但因为她工作 没有机会去玩 当时我的女儿四个月大 她就邀请我去钓鱼 好啊 我也想去钓鱼去玩 难得自从我的女儿出生 都完全没有机会出去 因为要照顾家 而那时候是我第一次 预备可以出去钓鱼 我心里面其实很期待 然后我记得当晚睡觉 睡觉之前 我就祈祷 平时都会跟神聊天 我很记得 圣灵跟我说一件事 她很清楚地跟我说 她说 天父是乐意诗恩的 天父是乐意诗恩的 我突然听到圣灵跟我说的时候 我捉住这句话 我就跟天父说 天父我多谢你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 刚刚作为爸爸要照顾女儿 暗睡觉 掃风 之后又要喂奶 喂奶中 冲奶粉 很多东西都是去学习 是天父你帮我 又或者是最艰难的时间 你帮我捱过那些时间 我很多谢你 但是圣灵 你刚刚跟我说 天父是乐意诗恩 就好像还有更多 我可以经历天父的恩典 她的恩典 在我身上 还有很多 我可以去经历 我那晚祈祷 我做一个很特别的 我奇三样东西 第一 我祈祷 我说我想天父祝福我女儿 那一晚 可以很快睡得着觉 第二 我想祝福那一晚的睡觉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睡眠质素 第三 我跟天父说 我想睡醒去钓鱼 那一程的钓鱼 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我因为圣灵这样说 天父是一个乐意诗恩的天父 我就 憑着信心去祈祷 这三样东西 然后就睡觉了 然后 很快地 竟然我的女儿 是很神迹地 喝完最后夜晚的那顿奶 五分钟就睡着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 对于我的女儿来说 她不是那些那么容易睡着 她竟然那一晚 是五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不用再暗她 拍一下胸口 拍一下屁股那些 第二 我那一晚睡着 睡着 竟然 我的闹钟六点钟响 为什么我女儿还睡着 闹钟响 她竟然没有被吵醒 她继续睡着 然后我发觉 第二个神迹就发生了 我女儿竟然是一觉睡天亮 中间没有醒过 然后闹钟响 吵 她也没有醒 我就很安静地收拾东西 拿鱼缸 拿个袋 收拾所有东西 就静静地开门 静静地出去 闪门 真是超感恩 已经发生了两个神迹 我就出去和外父 还记得那时候钓鱼去哪里 我们去楼浮山 自己持有小艇 我负责持有小艇 出去 去钓鱼 然后钓整天的鱼 中午 我还记得 我钓到人生第一条的大鱼 那条鱼是什么 是叫牙碟 它的尺寸大概是这么大 我们叫做碟头装 什么意思呢 你把鱼放在碟上 它就是一碟的尺寸 而这个尺寸的鱼 就是你在街市会 平时会买的 一家四口 五、六个人吃 都是够的 一个尺寸 这个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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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 外面钓 钓到这样的大小 其实是属于很好的成绩 而且那条鱼的品种 是我人生第一次钓到的品种 那我就觉得 哇 天父你的尺寸太好了 我那天是三个祈祷 三个的尺寸 在当日发生 我经历到天父是一个乐意施恩殿 施与恩殿 施与恩殿 是一个良善的爸爸 我觉得天父尺寸太正了 而这个经历 我觉得是自从那次之后 我去更加近深去认识天父 是那个满有恩典慈爱的天父 是对我来说 不只是一个头脑或一个知识 而是我亲身地去经历到 所以我很想去祝福 和去鼓励 特别是在看这个讯息的爸爸 或者作为父母的你 我们作为爸爸 或者作为父母这个旅程 是充满很多挑战和困难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限制 但是神是无限的 神是我们的天父 是那个乐意施恩典的 你想想 若然耶稣他一生 都不是凭着他自己去做些什么 他乃是见到父祖 他就去做 他听到父祖所说 他才去说 连耶稣都要学那种完全依靠天父 更何况你和我 特别是我们很想作为一个 称职成功的爸爸 我们都更加要去效法耶稣 去学习 去养賴依靠我们的天父 那位慈爱良善的天父 所以我想最后有一个鼓励给大家 去试一下想一下我们最近 作为爸爸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有没有面对一个 什么困难或者挑战呢 你在家里面作为爸爸的角色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困难 总是好像一个樽镜位 你突破不了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 你见到自己的有限 你是很想经历那种的突破呢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先 第二 就是当你去面对家里的情况 或者你看到自己的缺乏 或者不足 你想一想 你试一下问一下 若然是天父 天父面对这一个的情况 天父是会怎样去回应的呢 天父会有什么的心情 他会有什么的反应去回应 我们当下作为爸爸的困境 或者挑战呢 要留意不是想 作为爸爸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去问的是 天父他是会怎样去做 天父的心情 他会怎样去想 他会有什么感受 在天父的心里面呢 我想鼓励大家花时间 去将这个东西 放在心里面去祈祷 去问 而圣灵呢 他是很乐意去启示 给我们更深去认识 究竟我们一个爸爸 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天父爸爸 他会带领我们 教我们 如何去跨过我们面对的困难 而最后我想将一个诗篇 三十七篇第五节 成为大家的祝福和鼓励 那里说 当将你的事 无论是作为爸爸的责任 爸爸面对的挑战或困难 爸爸的软弱 你的事 关乎你的工作 关乎你家里的事 所有都要交托给天父 并且依靠他 天父就必成全 因为天父他的心很乐意去成就 很想见到我们去成功 很想见到我们家里充满的是他的爱 充满的是他的平安 他很想见到我们家里充满的是他的供应 很想见到我们家里充满的是他的恩典 他的联名 他的公义 他的圣洁 他的一切都成就在你和我和我们家里当中 所以天父的心就是很想 我们作为爸爸首先学习的不是要靠人的努力 而是将我们的事交托给天父 并且依靠他 他就会成就成全 我们会一起去经历天父的美好和良善 是在你和我的家里当中 所以奉耶稣命去祝福我们一起去经历天父的 完全和美好在我们的当中 拜拜 拜拜 都要记得将奉献证明 包括萤幕截图和个人资料传送给我们 记得截图需要清楚显示转障的日期 呼发商事工的户口号码和奉献的银码 我们将于每年的4月发放奉献收据给大家 呼发商事工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开YouTube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会找到了 找到之后记得按订阅Subscribe 最重要是按旁边的小钟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个直播提示 还可以随时重温 大家记得订阅啦